哈囉各位同學好 今天我們要來做惠斯銅電橋的實驗 那本次的實驗儀器有惠斯銅電橋 直流電源供應器 可變電阻 代測電阻 減流劑 和一些導線 那我們利用 惠斯銅電橋這條金屬線 那它的電阻值跟它的長度成正比 那透過長度的這個比例的關係 可以知道電阻的比 那我們還知道可變電阻 它的電阻值為多少 那可以測量代測電阻它的大小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惠斯銅電橋的實驗裝置圖 首先是電源流出後分成兩路 那我們這邊使用電源供應器 流出後與惠斯銅電橋相接 另外一個部分是與可變電阻 和代測電阻相接 調整可變電阻的大小 我們設定可變電阻的值為5歐姆 在惠斯銅電橋上移動 那移動的過程我們會發現 減流劑一下偏左一下偏右 那我們在 當減流劑為0的時候 就代表它們兩端的電壓 與這兩端的電壓相等 那我們就可以代入惠斯銅電橋的公式 求出代測電阻它的大小 開啟電源 調整伏特計大約為3伏特 接著讓探針在惠斯銅電橋上移動 滑動的過程會發現 減流劑的指針一下偏左一下偏右 那我們讓減流劑為0的時候 則代表可變電阻與代測電阻它的電阻比 與惠斯銅電橋上它的長度比相等 我們探針的位置大約是在48.1公分左右 那我們再幫同學複習一下公式 R1比R2就是可變電阻與代測電阻的比 那L1與L2分別是惠斯銅電橋左端的距離 與右端的距離它的比 當減流劑為0時這兩個的比值會相同 那我們代入剛剛的實驗結果 可變電阻的值為5歐姆 代測電阻的值不知道 L1為48公分 L2為100-48公分 得到代測電阻的值大約為5.41歐姆 我們把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而電阻值R會等於導電係數L 再乘上電阻的長度除上電阻導線的截面積 我們將剛剛的數字代入 導線的截面積會等於π2平方 這裡有半徑我們取0.14乘以10的-3公尺 算出來這個截面積大約為6.1乘以10的-8公尺平方 我們把這個數字記錄下來 代入剛剛的公式 電阻會等於電阻率Low多少是多少 再乘上它的導線長度20公尺 再除以它的截面積 得到同的電阻率大約為1.6乘以10的-8次方 與我們在網路上查到同的電阻率1.72乘以10的-8 歐姆乘以公尺相符 可惡在哪 可惡 也 在